死者老金是个乞丐 尸体在两天前被发现 经初步检测 是不明原因的新原型作死 此外老金还患有多种疾病 譬如糖尿病和假装腺炎 老金死亡时手里握有一卷钱 中间加着小型电子装置 至于装置的具体用途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神策第十八案 郑宇独自走在大街上 思考着录音里的内容 结果一不小心撞到罪汉 罪汉对他纠缠不朽 他一怒之下 将对方扑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挥拳时 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受控制 匆忙离开现场 SDC那边 为了测试江浩在受到 未来刺激时的反应 大街派一群人对他进行围殴 可就算被打到遍体的一伤 他也没有反击 更没有表现出愤怒 反而不停地恳求大街放过他 这和他之前有处避暴的性格 完全不服 看来实验已经成功 与此同时 二次事件结束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只能等待组织检查结果 另外死者身上有多处欲求 看起来像是一般的殴打伤痕 和死因没有直接联系 郑宇发现死者手掌 有类似烫伤的痕迹 初步判断和电子装置有关 罗警官调查到 除了老金之外 还有两名乞丐经常遭到殴打 其中一位还处在昏迷状态 是报者身份尚未查明 另一面 郑宇正在分析那晚收到的邮件内容 录音里出现了老张的声音 他突然想到 之前发现阴阴的尸体时 老张直接下命令 让他们将尸体交给SDC 郑宇一直认为 老张那么做是为了协助SDC办案 现在想想确实有些奇怪 郑宇好几天没见到老张 便去办公室找他 打算询问录音一时 可郑宇始终没说出口 因为他相信 老张是个名势里的人 不会诸咒文悦 受伤乞丐告诉清晰 挨打那晚他喝了很多酒 不记得详细过程 但他隐约听到 类似于电流通过的滋滋声 清晰查看了老人的双手 并未发现烫伤的痕迹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郑宇一路跟踪老张 来到实验大龙 老张看到江浩满身是伤 和大机一起了争执 怒斥他们的暴力行为 大机表示 要想实验成功 这是最基本的测试 程道调查的电子装置 没有任何发现 但郑宇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种自制连接装置 一般用于机器人 他之所以这么了解 是因为他毕业于韩国科技大学 被称为机械界的天才 该装置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微型接收器 收到信号后会放出电流 但这种程度的电流并不致命 郑宇提出 如果该装置是个人制作 一定会留下制作者的相关标志 就像画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上 留下姓名缩写 承到一番操作后 查出装置的相关信息 除了两个人的名字缩写外 还有两串数字 至于代表什么 承到并不清楚 清晰突然想到 数字前的字母是 经纬度的英文缩写 位置在英明科技高中 是韩国最好的高中之一 聚集了大量科技人才 郑宇还发现 该校的科技小组 就是找到一个叫朴在京的男生 因为装置后台程序上 有他的名字缩写 在京告诉郑宇 该装置虽然是他设计的 但制作人并不是他 而且他的设计面向全组公开 谁都可以进行制作 随后 清晰将小组人员聚集在实验室 询认装置出自水手 可他们没有人承认 事后 郑宇告诉清晰 嫌疑人一定在那些人当中 因为对制作者来说 作品泄露是非常严重的事 可他们却表现得不以为然 一定在隐瞒什么 警方离开后 小组三名成员陷入恐慌 因为老金出事时 他们就在现场 而电机装置也是他们的手笔 其中一位男生害怕事情败露 便提出要去自首 但是被另外两人拒绝 只要他们统一口径 警察也无可奈何 辞职的脊柱分析结果显示 GED水平明显升高 这是一种抑制神经地质的限速媒 能控制神经的正常传导 郑宇以此判断 老金患有僵人综合症 这是由于GED抗体形成过多 导致免疫系统被破坏 影响神经的正常传导 引起肌肉抽搐和脊柱变形 以及其他综合性疾病 而且会因为情绪波动 引起僵质 郑宇通过实验发现 电机装置的电流很小 而电压较大 虽然对人体没有伤害 但如果有其他导电介质存在 足以致人死亡 因为老金患病的缘故 专输神经系统表面 有铁血黄素的成绩 加强了电流的强动 心脏因此受到冲击 从而发生猝死 约他在A公寓的地下停车场见面 郑宇看到后立刻打给对方 但对方已经关机 片刻后 郑宇按约定来到停车场 可对方因为临时有事 改变了约定时间 郑宇只好先行离开 随后 一辆车输停车场 里面的人是SDC的厅长 就在他准备上楼时 黑衣人突然出现 向他的警督脉注射了不明药物 警方赶到案发现场时 人已经死亡 监控录像也被销毁 郑宇从朴警馆那里得知 给他发信息的人叫金彩恩 是生物研究公司的职员 郑宇这才想到 他是之前研发疫苗的金组长 他为何要约郑宇见面呢 小米看了机器人小组的学生资料 发现有三位嫌疑较大 分析的根据是 林胖父母离异 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虽然成绩优异 但打架多的事也没少做 每次都凭借律师母亲的身份逃避责罚 女生拉美有三次不明原因的住院记录 虽然未查明原有 但学校心理师记录 是父母机会的学业压力 最后一个学生小白 没有任何不良问题 就是成绩太过优秀 在这个天才云集的学校 好成绩会让他迷失自我 出现严重的自负情绪 在小米看来 那些孩子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没有发泄途径 增悟和不满的情绪会慢慢积累 这样一来 他们会在外部先分 第一次虽然有歉疚感 如此反复之后 内心的罪恶感就会消失 而且他们的自我保护性非常强 要想让他们老实交代 只能智取 不可强攻 听上小米的分析后 清晰和振宇再次来到学校 因无证据的怀疑向他们道歉 并夸赞他们的作品 等他们卸下防备后 再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夸赞 让他们产生嫉妒 激发内心的暴力情绪 这样一来 他们会为了谢奋再次行动 幼儿已经抛出 就等于而上钩 夜里 谢奋三人组在大街上游荡 寻找合适的目标人选 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发泄 只可惜他们没有成功 因为警方早就埋伏在这里 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随后 三人被带回警署接受调查 当朴槿关关起欧达老人的缘由时 他们一言不发 林芳哥是警导律师妈妈的教导 只要不开口 啥事也没有 这时 站在一旁的小米告诉三人 他们做这些事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也就无话可说 对他们而言 欧达别人只是好玩的泄奋游戏 但有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那美利克反驳 那些乞丐已经被抛弃 不会有人关心他们 就连眼前的这些警察 也是在人死后假装关心而已 相比较来说 他们比警察更加诚实 清晰看了眼前不知悔改的三人 替他们感到悲哀 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轻视他人的生命 不久后 三个学生的母亲拿到警局 要求警察立刻放人 他们可是万里挑一的优秀人才 怎么能被随意拘捕 清晰听后反驳对方 万里挑一又怎样 犯了错就该接受惩罚 另一边 老郎来到生物公司 将自己的工作录音交给大吉 他准备退出这项研究 如果大吉不同意 他就把项目资料全部公开 无奈之下 大吉只好同意老张的要求 老张离开前 和江浩做最后的告别 当初救回江浩 是为了让他好好生活 现如今却给他带来痛苦 老张因此十分内疚 隔日 郑永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告诉他 今天是救出江浩的最佳时机 另一面 陈老因为好奇 黑进了郑永的电脑 发现了英文参与实验的录音 在他离开间隙 清晰来南电件案的证物 也无意中听到了那段录音 车库遇害的SDC厅长 已经被内部人员火化 他们恢复了监控视频 发现厅长遇害当晚 郑永出现在那里 因此SDC的人怀疑 是郑永杀害了厅长 夜里 郑永来到生活公司 白天和他通话的人说 会在约定时间切断 整栋大陆的电源 持续时间为5分钟 在此期间 他必须救出江浩 郑永按照对方给的路线图 成功来到实验室 在走廊里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神色第18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正好作为生物公司的实验对象 日夜遭受折磨 可他正如研究员所说 改变了原本的性格 还是说他才可以隐瞒自己的实力 等待逃跑的机会呢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